大家好,到了4月份之后呢 我们家中的这些盆栽柠檬 大多数都已经把这个小果结出来了 结出了小果之后 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也就是小果盆大期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养护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会导致这些小果出现掉落的情况 大家看这些小柠檬已经挂上了枝头 这些小柠檬它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在养护的时候要注意 要给它做好除虫 这个柠檬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被一些虫害啊 或者是黑蚂蚁之类的咬到的话 那么它就非常容易出现掉落的这些情况 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养出来的这个小果实 这么轻易就掉了的话非常可惜 第二个在它生长膨大期间呢 要多给它浇一些这个磷甲元素和一些膨元素 磷甲元素是促进这些果实膨大和生长的 而膨元素呢 是能够让这个果实更加稳当 更加健康 我们用这种花朵 多噩耗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它里面呢 也含有比较多的微量元素和膨元素 用来给这个柠檬浇灌好处是非常多的 每隔七到十天就要给它补一次肥 毕竟这种果树呢 已经是挪到了一个盆里面去栽种 它里面的空间有限 它所吸收到的养分有限 所以呢我们就要人为的给它补充一些养分了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种柠檬树盆栽 它需要的光照比较多 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之中呢 不要忘记了给它补光这些问题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